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见到大家 我家里面还有这么一套装备 还是比较实用的 带着这个出去吧 听说村庄里面有新的射靶子游戏 就在前面的那些围栏里面 就是这边了对吧 只要能够进来暂时当靶子就可以了 等待有人过来射箭吧 我站在正中间 应该是很安全的 旁边两个都是靶子 卧槽 这个人咋还被我送走了呢 真是太嫩了 可恶啊 居然运气这么差 这次带着钻石装备出去 我倒要看看谁敢惹我 再来这边当一次靶子 应该没有人能够打动我了吧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有活靶子啊 刚好试试我的主流霸弓箭 新的意见开始了 还是带着我的武器和稿子出去溜达溜达吧 那边好大的一个村民脑袋样式的建筑啊 居然长成这幅模样 我去看看好了 难道说又是村民新弄出来的关卡吗 就是这边了 村民老板 你好啊 十颗绿宝石就可以开始闯关 只要十颗 那还不简单 我这个就过去挖了 家里的矿洞刚好还闲这儿 就是这里了 应该还留着很多的绿宝石吧 哪里来这么多的僵尸啊 都围不来的话 那我就先把你们一举消灭 居然都还敢跟出来 吃我几件吧 这样一来 我就能够紧紧松松的 开始挖绿宝石了 只要十颗绿宝石 这样不就很轻松挖好了吗 快点去村民老板那边缴费 准备开始闯关吧 这些宝石都给你了啊 好的 已经收到 现在我可以进去了吧 不能够自己携带工具 你把身上的武器都交出来放这里吧 那行吧 真是没办法 现在就能够直接开始闯关了 难道已开之遇就要直接爬上去 行吧行吧 看来这个还挺特殊的 是要从这个打开一个开关吗 好像就是这里 哇哦 真的出来了一个路头 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呀 让我看看这个里面 诶 还有一些方块 不会一进来就要开始跑酷了吧 接着下去看看好了 这个里面果然很符合村民的习惯啊 还有栽种小麦 接着下去的地方 已经被锁住了 让我找找钥匙吧 这个房间里面 我的 箱子里怎么睡一个 那钥匙就逃在什么地方了呢 还有一些钞票也不错 但是没找到可以下去的钥匙 还是不行啊 让我想想最有可能在什么位置 这边呢 房下也没有 难道在壁画后面 果然啊 钥匙就在箱子里面 这样接着去下面的通道吧 还有什么东西等待着我呢 这里的空间还挺大的 还要直接跳下去吗 很多的白色小桥 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下跳跃就行了 受到的伤害也不多 很好 差不多就可以到最底下了 没想到小小的村民乐园 还能够设计这么大 最底层继续来了一些关卡 这次要跳过去才行 都是这种绿色的方块 下面可都是危险的岩浆 那就一步一步跳过去吧 只要稳住心态 还是很容易过来的 这样宝箱里面的我就拿走了 太多的绿宝石啊 连入场费都省了 这次一共两条道 那我就选择这个通道吧 下面都是这种绿色的液体 看着还挺危险的 走吧 我靠 好多的尖刺啊 这个村民设计的这么多的陷阱 就是不想让我得到最好的宝藏吧 接着往这边跳过去 还好我伸手矫健 这里还挺危险的 尖刺实在太多了 还好通过了呀 有金无闲 给我一把钻石稿子 是要把哪里挖通吗 这里的蜂蜂床还挺有玩的 呦呦 还有个大嘴怪守在这里 需要十块才能够获取通关的钥匙 这里面刚好很多的十块 就在这边先挖着吧 只要我不踩到蜂床上面 还是很方便的 还剩下最后几块就行了 等我收集一些 这么多已经够了吧 钥匙拿来吧你 这就是最后的宝藏房间了吧 还挺精致的 最后的箱子就是你了吧 好多的钻石 这边还有一个 满箱子的炫彩宝石 结合就可以出去了呀 真是穿着超多的好东西 小伙伴们那么好了 等今次评就到这里了 拜拜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